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中国正面临今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第二淡水湖洞庭湖7月5日决堤 官方当天风补缺口失败 居民连夜逃难 根据陆媒报道 截至7月6日11时 溺口处内外水位落差0.1米 长226米 第二道防线已经告急 专家警告 6日随着破滴而入的洪水涌入 渗漏等险情已经陆续出现 接下来的两天 险情可能出现得更加密集 与此同时 中共当局发布通知 要求任何人不得对外发布信息 网民感叹 中共堵不住洞庭湖溺口 开始堵民众的嘴了 冬庭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位于湖南省北部 长江 金江河段以南 是目前仅次于博洋湖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7月5日晚 湖南省岳阳市华融县团州乡冬庭湖决堤 由于官方应急措施失败 导致大堤溺口迅速扩大 网民发布的航拍画面显示 7月6日早上9点 洞庭湖决堤溺口已由最初的15米 扩展至220米 大片的村庄和农田已经被湖水淹没 洪水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民房几乎全部没底 除了部分村民连夜逃离之外 他们的财产全部都泡在水中 目前为止 人畜死伤 数目不明 这次洞庭湖决堤的原因 除了连日暴雨酿成洪灾之外 网民直指官方救援措施错误 导致封堵失败 灾情扩大 网民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 洞庭湖决堤之初 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封堵溺口 结果毫无效果 堤坝溺口不断扩展 还有视频显示 现场有多辆装满沙的卡车被投入溺口中 卡车上都挂着红色的横幅 有湖南第一线支撑的团州院一线大堤 昨天愧绝后 当地官方正紧急加固第二道防线 陆媒报道 第二道防线是离绝口近两公里处的前团间堤 这是一道横在团州院和前南院之间 长14.35公里的土地 要想不让洪水继续肆虐 淹没隔壁的前南院就必须尽快加固 不过前团间堤比一线大堤单薄 自1996年以来从未用于等水 低深的土壤水分含量升高 渗漏等险情已经陆续出现 接下来的两天非常危险 截至6日12时许 堤坝绝口宽约220米 院内平均水深约5米 淹没面积47.64平方公里 占团州院总面积92.5% 当地紧急撤离团州院民众5755人 据报道 中共水利部长6日召开会议提到 第二道防线已经告急 要从最不利情况出发 充分研判前团间堤绝口 可能影响的范围和人口 迅速提出抢住第二道防线方案 提前撤离可能受威胁地区民众 官方通报称 目前大量救援力量正展开 绝口封堵作业 尽快排除险情 预计工作约需4天 海外视频人士蔡胜昆在推特分析 从决堤堵口现场看 抢险队伍和抢险人员很不专业 按说类似的 抢险堵口第一时间要用石块和袋装的砂石填坑 用散砂根本不可能堵住绝口 特别是早期管勇巡查 第一时间发现管勇及时处理 就不会导致决堤 如此短的时间 所有人员安全撤离几乎不可能 官方一再强调无人伤亡 难以让人相信 网友也纷纷质疑 用散砂堵缺口没搞错吧 有时间坐横幅 没时间坐袋子 用散砂堵吗 这砂子是给河堤撒自然的吗 散砂配横幅 车上的横幅就问服不服 就在洞庭湖掘堤当天 当地官方一份红头文件在网络曝光 这份通知的内容包括 全县公职人员一例取消休假 不能擅自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任何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 具体信息以官方通稿为准 不少网民吐槽 湖南华荣堵不住 洞庭湖溃口开始堵民众的嘴了 他们觉得堵嘴更容易些 不知道又会损失多少生命与财产 人们更想了解灾民的情况 却显有报道 这就是社会主义特色 这就是中共国所谓的新闻 央视新闻联播不报道 岳阳团州洞庭湖决堤 反而报道亚特兰大水管爆裂 难道是美国亚特兰大水管爆裂 导致的洞庭湖水暴涨决堤吗 也有网民总结出中共官方救灾的一贯套路 把事情闹大 经费就来了 然后上午武警表演 最后开表张大会 村民追着卡车感恩 结束 只是苦了周围的村民全完了 为了让油管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7月3日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名诞 放肩多年盛传有关习礼不和 据最新的爆料 因与习近平施政理念不和 李克强生前在任内一度以身体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被否决后也曾称病消极代工过一段时间 而3年10月27日 李克强在卸任总理仅仅7个月后 突然在上海去世 官方称因突发心脏病令外界大感震撼 随后传闻刺起 李克强与习近平共事10年 权力早已被边缘化 和习不同调的消息评传 李在生前曾说过不少敏感话语 如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不搞大水漫灌 不透支未来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人在做天在看等等 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古官原杜文 7月4日在推特发文分析 李克强和习近平的矛盾太深了 他们的分歧是根本上的 李的执政思路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 减政放权 而习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两个调子让下面无所适从 两个人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习一直比较排斥社会福利 将重点放在农村扶贫上 而李则是大力地推动 城市棚户区改造 习要闹集权独裁向左拐 搞共产原教职主义 而李要推检政放权 向右拐 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文章形容 习是打右灯向左拐 高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李则是打左灯向右拐 高喊两个维护四个意识 大家你哄我 我哄你 杜文透露 李克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习也清楚你在干什么 于是习就成立各种小组委员会 实实在在地将国务院架空了 李克强的话越来越没人听 他在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大大削弱 李克强变成了李靠强了 后来他在二十大 不再连任政治局常委 又变成李靠边李出局 当时李克强始终对经济的持续下行 深感愧疚自责 曾经一度以身体健康原因提出过辞职 但习认为 他有撂挑子闹情绪之嫌 以提前辞职 不利于政治的稳定为由 给他否决了 后来李有一段时间还称并及其消极带功过一段时间 杜文认为 当时海内外盛船 席下礼上 而中南海的气氛据说 诡异而紧张 这样的传闻是足以杀死李克强的 在中共二十大上退出 中共政治舞台 是以李克强为首的一批人 一派人 大家都像弃腹一样被扫地出门了 舆论认为 李克强之死跟中共党内斗争 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对于李克强的具体死因 杜文表示 如果有预谋 这一定是中共的最高国家机密 真正的原因 没有等中共解密或者倒台时才能揭晓 李克强于2023年3月5日上午 在北京大会堂 做最后一次总理报告 只花了一个小时 曾被寄予改革厚望的团派人物的他正式裸退 当天习近平离场时 与李克强有短暂的握手 东森新闻截取的视频显示 会议散场时 习和李只有一两秒时间的握手 完了习转身就走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曾说 李克强之死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彻底告别了 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 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 习近平加大在军队清洗高官的力度 官场是指出 习近平希望以高压威慑军队中的高官 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但是中共军队 尤其是高级军官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服习近平 也不效忠他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上台12年折腾军队不断 搞得将无凝制 人人自危 其目的只有一个 绝对控制军队 这是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 确保其独裁专制统治的最为重要而关键的部分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撰文分析 解放军刺产生以来就是党军 而不是国家的军队 更不是人民的军队 在中共党内 谁掌握枪杆子 谁就是老大 其他人只能俯首称诚 无论是1971年的林彪913事件 还是1989年的六四图成 无论是中共党的血腥内斗 还是维持中共党一党专政 关键时刻 谁掌握枪杆子 谁就一锤定音 无论是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还是习近平 历任中共党魁都明白 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说到底 中共真实的党军关系 绝非是党指挥枪 实际上是枪压着党 1989年六四图成中 邓小平给习近平扎扎实实的上了一课 要坐牢党国大位 就要掌握军队 要掌握军队 就必须修改党章 因此习近平上台后 就按照邓小平做法 再来一次修改党章 2017年 中共十九大党章的修改 增加了一句话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加上这一句话意味着 军权掌握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 只有他能调动和指挥枪杆子 自此顶着中共党军名义的中共全部武装力量 实质变成习家军 文章爆料 2012年89月份 习近平一度隐身 半月不露面 赢得外界纷纷猜疑 党内有种说法悄悄流传 他是要挟当时的胡锦涛中央 逼胡锦涛全退 直接把军委主席位子让给他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 此外 习近平对军中太子党红二代将领极为忌讳 因为 无论是文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儿子 陆军上将刘元 胡耀邦总书记 女婿 海军上将刘小江 还是改革开放的国家主席 李先念女婿 空军上将刘亚洲 都在军中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习近平曾对身边人讲过 军中三流不用 他以到点退休的名义 离请红二代高阶将领退休 不动声色的和平解除他们的权利 果然 刘元被蒙骗退休 刘小江到点退休 刘亚洲没到零提前退休 被关押一年后 内部传出消息 被判出死缓 只有张右侠没有动 搞掉了威信甚高的三流上将 其余红二代将军 就群龙无手 惶恐不安 个个不敢轻举妄动 此后习近平通过军改反腐 一茬茬的腾位换将 培育军内习家势力 文章分析 习近平恐怖治党 也同样恐怖治军 一边不断提拔新人 一边政治清洗 无尽头 这不仅加剧习近平 与军队将领之间的 互相防范相互猜忌 直接影响到军心的稳定 而且军中必然出现 为数不少的政治两面人 更加动摇军队将领的 忠诚可靠度 如此恶性循环 习家军在这一类的致命伤 绝无可能消除 因此三中全会前夕 习近平公开处理 两任前国防部长 也反映出他内心的一种 深度的不安全感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 中校参谋姚诚 对美国之音表示 习近平2017年 在谈到武力攻打台湾时 曾说过 打不赢也要打 习近平这句话 把军队给得罪了 绝对反了 有些将领就曾说 打不赢 我都掉海里去了 我白白送死 还要我去打 要不你自己去打 哥伦比亚大学 政治学博士 王君涛认为 独裁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 就经常要对自己身边 有重权的人 要进行清洗 这跟这些人 实际上是不是犯了忌讳 都没有什么关系 习近平为了建立独裁 对忠诚要求很高 对他越近的人 其对忠诚的要求更严格 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因为习近平一上来就知道 自己没什么本事 也没有什么政绩 就要靠底下人 对他恐惧心 和对他威严的绝对顺从 才能维持统治 随着经济低迷 中国各行各业 陆续陷入困境 快递一哥顺丰控股的市值 较2021年2月的高点 123.94元每股 已经累计跌去7成 从巅峰时期的5000多亿元 缩水为目前的1658亿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2018年至2023年 顺丰的负债规模 已经从347亿元 攀升至1182亿元 资产负债率 从48%上升到53% 流动资产净值 也在一年内奏减 由181亿元减少至130亿元 据陆媒报道 面对股价低迷的情况 自2022年3月以来 顺丰控股已经推出 四轮回购计划 但似乎并未能挽救 低迷的股价 从财务数据来看 其招股书显示 2021至2023年度 公司实现利润 分别约43.82亿元 70.57亿元 79.12亿元 不过其业绩情况 似乎未能让市场满意 在顺丰发出 今年一季报后 中营证券和华创证券 两家机构 下调了对顺丰盈利预测 本期指出 顺丰的负债规模 急速攀升 因其却有不少用钱地方 自上市以来 顺丰就不断扩张 耗资巨大 2017年顺丰控股 成功在A股借壳上市后 又实施过多次再融资 募资累计超过330亿元 截止2022年底 顺丰已使用募资约230亿元 不过随着整个市场的低迷 中国快递一哥 如今的日子也不好过 与顺丰同处深圳的 棚顶创营最新传出爆雷 部分产品出现 逾期无法兑付现象 投资者涉及不少万科员工 而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也是万科旗下的企业 有分析指出 万科这次连自己的员工也坑了 据悉 棚顶创营兑付危机 在今年3月至5月开始陆续出现 不少投资者购买的产品 到期后一直未兑付 有消息披露 彭京所定的定向融资产品 主要是万科员工购买 员工投资金额少则三四十万 多则四五百万 3月开始就出现逾期 5月份以前的产品 只有小部分兑付 5月以后产品一律没有兑付 有万科员工6月30日 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其购买的相关理财产品 出现延期兑付 其中一笔期限为360天 年化收益率为5.2% 已经于4月7日到期 有万科工作多年的员工 对媒体披露 自三月以来 彭京所已经有十几只产品爆雷 设计金额大概七八个亿 但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 彭鼎创营与万科关系密切 2016年8月 彭鼎创营获万科战略投资3亿元 是其最大的一笔融资 企业查询平台 其查查信息显示 彭鼎创营的第一大股东 是万科集团旗下的 深圳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高达20% 万科财务则由万科企业 股份公司持股95% 天眼查信息显示 彭京所受益人郭畅宇 曾在沈阳万科永达地产担任董事 该公司目前已注销 但郭畅宇依然属于万科集团成员 两名消息来源透露 欧盟支委会已经开始征询 欧洲的半导体业者 对于中国扩大成熟制程芯片生产的意见 欧盟于7月7日起 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最高 37.6%的关税 分析师指出 这项关税可能只是欧盟对北京立场 趋于强硬的开端 路透社报道 欧盟委员会已针对芯片产业与芯片使用大户 进行两项自愿性调查 并在调查于9月截止前寻求意见回馈 一名欧盟执委会发言人 正式已开始进一步评估 供应链中传统芯片的使用 欧盟与美国或许设定联合或合作措施 以解决对中国传统芯片的依赖性 或相关扭曲效应 两名消息来源说 欧盟聚焦于中国传统芯片的调查 是实情调查 范围比美商务部对美国企业发送的安全调查更广泛 欧盟执委会寻求回馈的问题包括 工业企业从何处采购芯片 执委会正寻求芯片公司生产定价的信息 以及他们对竞争对手 包括中国对手有关信息的评估 目前还不清楚欧盟此举将会产生何种结果 但随着欧盟寻求保护产业 免于中共的不公平竞争 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已升温 中国半导体业者在国家补贴之下 正大举投资扩展传统芯片的生产 短期而言 中国的投资将减少其对外国芯片的依赖 然而西方政府正忧心长期影响 包括用于家电汽车传统芯片恐供应过剩 美联储7月5日提交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指出 通膨增速正在放缓 就业市场已回到疫情前紧绷但不过热的状况 美劳工部5日公布的就业数据 也显示美国就业成长较缓 分析指出 此发展可能让美联储官员对于降通膨更具信心 本月底的美联储政策会议 有望对降息展开更加积极的辩论 在这份最新的半年期报告中 美联储写道 去年通膨显著放缓 今年迄今也略有进展 住房服务等关键领域的价格 涨速降回疫情前水准 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7月9日 10日2日前往国会作证 届时焦点将是货币政策计划 美劳工部5日公布6月就业报告显示 失业率从去年7月的3.5% 稳步上升至4.1% 新增工作也减少 高频经济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法鲁奇表示 总体而言第二季新增就业人口略微下降 加上失业率上升 以及近期数据显示经济成长放缓 强化了今年降息的基础 美联储肯定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 开始讨论降息议题 并在9月调降政策利率 斯巴达资本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卡迪罗分析 最新就业报告让美联储稍可轻松 如果下月持续该趋势 时薪没有增长 将可看到9月与12月各降息一次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